哪吒之魔童降世让中国动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后自带哪吒影响力宣发的另一部动画江子牙 虽然也拿到了极高的票房 结果却似乎遭到了很多观众的满骂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路子两极化的情况也属实难见 已经有不少up主对这部动画做过的点评 所以应该有很多人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现在这部动画已经过了乐度 不知道再回忆一下 你对这部动画到底还是当初的想法吗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看一般或者不好看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先来再看看他到底讲了什么 在上朝末年 昏庸的周王沉迷爱妃达记 述不知爱妃奔替竟是旧位妖狐 算胡竹作乱或害人间 苍生极苦升天见年 于是原始天罪便派下江子牙主席周起义 这场战争席卷了三界 最后江子牙利用这魔宝印将旧位封印 换三界一个太平 排他这场战役足以让江子牙前途无忧 可是在金虚公的斩妖台上 江子牙在奉命斩杀九尾妖狐时 却在狐妖体内看到了一个无辜的原神 本来江子牙认为这一定是妖狐幻术 可是九尾却依偎身上的对江子牙说 你对实情已无所持 在准备受出小女孩的身份时 医生大喝让江子牙恢复清醒 他突然开始纠结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幻象 最后江子牙认为自己的直觉不会有错 想要先将无辜的原神救出 却遭到纵神的反对 虽然最后九尾还是被斩杀了 但是江子牙却需要面对金虚公的质问 善解封印 该当何罪 之后江子牙就被大陆的凡间收回胜利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才可以回到金虚公 不过整整十年过去了 江子牙却能住在自我世界中不可自拔 他在精神世界中重复了无数次场景 可是每一次都会出手相救 现在江子牙由神功报看守 由死不相陪伴 想要吃东西还得去悲害驿站兑换干娘 而这一次兑换干娘却改变了江子牙的一生 因为他在这里看到当年就位怀中的那个小女孩 小女孩到这里是想要询问掌柜 这个世界哪里有黑色的花朵 掌柜说 黑色的花朵只有在咒王封神的有毒山 正好他这里有一份地图 不过不能白给 可是小女孩却明显想要白嫖 一个硬币都不给掌柜 想着地图就要逃跑 这张店里直接乱坐的一团 而这份地图最后被死不相给吃了 糟糕的是 小女孩还无意中暴露了身份 头上的狐狸耳朵 让大家都认为他就是狐妖 狐妖的威慑力极为可怕 在场的各位也都对狐独充满了怨恨 眼看小女孩明显还是未长大的狐妖 他们就想要将她扼杀在摇篮之中 可无奈还是被她给跑了出去 并且逃离了北海之界 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们都是穷犯 不得离开北海一步 江子牙站在剑内成字一婆后 他决定即便违背指引 也要去追寻真相 否则再过十年 他也不一定能够想清楚几件事 在江子牙找到小女孩时 却看到了无数的狐妖英魂 在准备撕咬他 出手相助打走这些英魂后 小女孩也不再逃跑了 他告诉江子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反正江子牙想要知道的事 他都不知道 他现在就想要找到黑花 因为甲上的红绳 让他看到了黑花 而且父亲就在那 他与其说是想要找黑花 倒不如说是要去找父亲 纠结一番之后 江子牙还是愿意追寻本性 一同跟小女孩去往幽都山 可是这个过程却一点都不轻松 因为江子牙见到了何为人性 狐妖作为祸害世界的关键人物 自然遭到了许多人的捕杀 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宝 小女孩从小就在这样的处境生存着 江子牙更是见到了一个人类 即便死去都还心心念念 护妖是她的 很快他们还遇到了新的麻烦 在乱战岗这边 因为小女孩无意中底下的鲜血 从而唤醒了一条 又阴煞冤魂组成的怪物 实力被收尾的江子牙 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他们想要吸血 想要吃人 在关键时候 小女孩暴力的古灵被抛飞 挂到了树枝上 狂暴的怪物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 那被风吹地坐响的古灵吸引了怪物 在小女孩将古灵抛飞后 怪物便不再塌地他们 这便是风吹古响 特会亡魂 这里有所有亡魂都想要回家 小女孩虽然被吓到了 但还是忍不住地询问 有没有办法 可以让他们回家 但江子牙却说 只有异兽玄鸟降临 才能引渡这些亡魂 小女孩生性跋扈 但是似乎想却特别喜欢割她玩 也许是因为她体内的纯真 善良吸引了四部相 而小女孩是不是 会梦到自己被人类割掉耳朵的场景 在战略的场景 大好心酱吃的 费给了一个小孩子 可是对方的家长就抓住了她 想要将她的耳朵拿去凝上 每次梦到对方下手的那个时候 就会惊醒 江子牙在这个时候沉浸在自我的回忆之中 她一直以为只要杀死久尾 就能让世间反农 但是仔细一看 现在这个环境 好像越来越破百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她也不知道 说完 那神秘的喧鸟却在这时候出现 没有人知道 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降临 也没有人知道降临后的她 会带着亡魂去到何处 那小女孩和江子牙的旅程还未结束 他们距离幽都山已经越来越近了 而神功豹 近来也跨越了北海界 找到了江子牙 试图当她现在回去受罚还来得及 但是江子牙认定只要在这里走下去 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因为当年那个无辜的原神 就是眼前这个小女孩的模样 她相信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她能察觉到这里原神 就代表了师尊 绝对也可以发现 两人谈话之际 之前出现的英文狐狸 却又出现了一闸眼的功夫 就带走了小女孩 江子牙赶忙跟着上去才发现 原来九尾并没有死 当年斩杀的指握是她的偶身 因为江子牙的质疑得以当原神 投无意见 之后便开始修炼 从书肉身 而关于小女孩的身份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稀奇的 她才是真正的苏达记 是嫁给周王的冷泪一女子 但是被九尾盯上而用苏名索牵连 之后 九尾就代替了小女孩 当上了赵王爱妃 小女孩脚上了那条红绳 却不是苏名索 也难怪她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因为 她一直都被九尾经过在体内 而取代打击的九尾 也不是没有代价 苏名索一旦形成 两个人的原神 就会锁在一起 谁死 就会带着对方一起 而且那九尾身上的力量 还没有全部恢复 因为还有一些妖力 也在小女孩的身上 现在九尾要开始吸食 小女孩的力量 虽然江子牙知道九尾 不会杀死她 但这样做的话 就会重新的 当年的悲剧发生 小女孩依旧会被九尾经过在体内保护 成为阶下穷 勇士 不把逃脱 格里坚的江子牙可不是终身之首 她和身攻暴合作都无法奈何九尾 并且她发现宿命索根本无法破解 那道惊慌的出现意味着 这不是妖力而是神力 在九尾口中 她得到一个让她疑惑的答案 这个宿命索竟然是原始天孙不止下的 江子牙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 因为九尾马上就要处理复活了 在关键时刻 似乎将恢复本体和九尾搏斗 拼尽全力将所有人都给带走 但是她也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 彻底语化 九尾未死 这意味着三界随时都会迎来又一次大战 江子牙决定去质问师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是现在她没有神力可以扑下回静虚宫的结界 生活报酬一开始就想要劝江子牙回头试案 到现在却甘愿牺牲修为 来帮助江子牙重返静虚宫 而回到静虚宫的江子牙第一件事 就是质问十二金仙还有师尊真相到底是什么 但师尊的回答却让江子牙万万没有想到 因为所谓斩妖并不是斩恶 而是斩断江子牙心中的善 正常人看到无辜的原神肯定闻心生怜悯 善本无过 可是对一个神来说 只在乎眼前一个人便是罪过 舍一人就能挽救藏生 但是江子牙却不赞同师尊说的话 因为一个人都救不了何来救藏生 江子牙这次回静虚宫便做出了决定 在她心里 小女孩以人藏生并无区别 所以她决定从此不落封神吧 只愿能救下苍生下的每一个人 而想挽救小女孩的办法只有一个 带她去到闺虚转世 方可解除 否则宿命所此生此事无解 得到破解办法 江子牙在重返凡前后 对立刻带着小女孩带到闺虚小转世 可是才刚打开路口 久尾竟能尾随而来 现在不是浪费时间的时候 况且他们俩也不一定是久尾的对手 神功爆竹洞留下 她照这个决定可能会死 但是她无法忘记 在当天斩杀久尾之时 是江子牙站在自己面前 替她挡住了攻击 恩能又烂此生来报 神功爆最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久尾本不想在她身上蒙费时间 所以并没有给予致命一击 但是那要她一次又一次地缠着久尾 最后的最后 唉 而江子牙在这个时候 夜景带着小女孩来到闺虚的身处 她让小女孩赶紧进入闺虚之门 只要塑达机转世投胎 便可以破解宋命所 可是久尾却却发疯般地冲了过来 这次的江子牙可谓是完败 久尾的力量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她凭借一指之力将闺虚之门打破 只要这个时候 江子牙才知晓当年世尊为何会设下宿命所 因为闺虚之下并不是转世投胎 而是被封印了千千万万的 虎祖冤魂 想当年 世尊想要一种三界 便让久尾潜入商朝 通过俄苏达机潜进宿命所 而假扮爱妃 虚诺侍从之后 祖他封身 可是最后世尊却翻脸不论人 在这件事眼看起来 下达追杀 久尾指令 总的一句话来说 胡足就是一个牺牲品 这次冤魂清潮而出 化为久尾的力量 一同冲响了金虚公 这满在怨恨之地 让三界为之一阵 可是刚进入闺虚的小女孩 已经陷入了昏迷 也被这股力量带了出来 看到这里 江子牙立刻冲上去 想要救他 可是这时候的江子牙 根本没有那个力量 而世尊也有些不淡定了 在下一朵花瓣 化为斩药之腹降落 在两股力量 准备对碰之时 江子牙突然顿悟了 人也好 神也罢 妖又如何 都不可欺 每一个都不可不救 参道的江子牙 获得了比以往更强的神力 他驱散了冤魂 斩断了宿命所 救出了小女孩 但是天尊诺下的能量 却将一切都给毁灭 等一切结束之后 金虚公认为江子牙 引出九尾右宫 所以可以重返金虚公 但这一次 他还要斩断一锁 而这锁 便是直大云霄的天地 斩断着人界和天界的锁链 人间再无神的比喻 再无流离失所 再无谎言愚弄 怨天下 再无不公 只有天尊受到上天的诊罚 还拍下全料 引毒亡魂 事件恢复了网络的和平安宁 故事 结束 其实看过原片的人 都应该知道 我省区的挺多的人物对话 剧情解析 讲的也不是很全面 但是整理故事下来 也是八九不离十的 江子牙之所以会造成 如此两极话的反应 正是和我所省下的话 有很大的观念 说直白一点 就是道理讲多了 而这些道理却没有很强的说服性 因为在剧情上的节奏把控 不是很好 但是这剧情 我完全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它抢探导的主题 非常的严肃 问题只是出在了 人物设定太过担保 当然主角江子牙的描述 倒是相对有形有色 可是见最后最不起眼的 周王却几乎只是过场角色 但奈何两个角色 却起到了很关键性的作用 因为那一句谁说的 我忘了 严重王都封了因缘神 可是很多正义的大人物却被困被害 还有冤死亡魂无家可归 何为公平 这就是所谓的公平吗 江子牙牙斩断的就是这所谓的庇佑 在这个故事中 庇佑等于控制 也许天真在这个设定 就仿佛现实中的无良老板 而这两个角色其实 可以让整体剧情更加深化 但可惜却没有过多深入 这个锅确实在导演来背 但导演也很无奈 因为据说他删了很多很多的剧情 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 就已经是删减版了 所以在剧情上就会显得很突兀 最后三大利益远大于内容 只能变成一部很可惜的神作 但这个剧本的本身 我真的不论我也有啥问题 我说一句我在观影的感受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一开始很明显可以看出 他的原神不一般 天真可能是坏的 但这等他说 舍一人而救天下 我又觉得江子牙 无力去闹 天真是好人啊 可是最后结尾解开后 我才知道自己太肤浅了 仔细回想一下剧情细节 才明白 超帅了 至于在美工上面 我也不是专业人员 可是用我的视觉来发表感言 他比乐渣还要优秀 给这些未来能让中国动画 突破一个有一个高度的导演 一点鼓励 这根本就不是蓝片 他还可以成长 乐渣也不至于到风神这一地步 只是票房达到一个高度 他的受众比江子牙好 他也都太多了 当然我没有说乐渣不好 只是他还可以更好 不要因为一部片 就站站自己喊着 国漫崛起啦 国漫的崛起 绝不是只靠一个导演 一部作品就能办到的 他需要靠中国的每一个乐爱动漫的导演去努力 也需要我们这些喜欢动漫的人去支持才可以 所以你对江子牙这部作品到底有什么看法 不妨在评论区说看看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97年男孩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